今天复刻一道上海光明寸的酱鸭 平时排队一两个小时才能买到 其实在家也能做 选一只一手臂大小的麻鸭 洗干净的鸭子 把鸭脚塞进肚子 牙签封口 使它煮出来外形更饱满 锅中冷水放入鸭子 放入葱姜料酒 给鸭子焯一下水 水开后我们把鸭子翻个面 继续焯水两三分钟 焯好水的鸭子我们这里一定要用冷水 再次冲洗干净 洗至表面的水皮 洗干净鸭头皮超满粘液 能够洗之后我们控干水分备用 锅中放入多一点的油 放入六大片姜片 一大捆冲结 再放入六片香叶两个八角 这能帮助鸭子去腥 煸香之后我们先倒入清水 重点水开放入鸭子 煮十分钟后再放入调料 这样的做法能让鸭子的表皮更容易上色 之后再放入料酒 半勺盐 八汤勺的红勺汁 等量的冰糖 接着要注意火候要保持视频中微滚的状态 煮一小时左右 每隔半小时翻一次面 如果露制喜欢酥烂一点的 可以适当的延长一点时间 烧酒的时间到我们绕去冲结姜片等 接下来就是用大火收汁 整个过程就是不断的往压身淋上酱汁 然后翻个面再继续 你们看颜色越来越漂亮了 收汁到汤汁浓稠就可以出锅了 最后说一下 降压要自然冷却后食用 味道才最好 好了完成了 有用的话大家点赞收藏